不要觸摸你的嘴巴 全國 舔貨架、吐口水和咳嗽 可被控恐怖威脅 自從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以來 以新冠肺炎做理由 向其他人吐口水或咳嗽 來恐嚇或襲擊他人的行為及劇增加 例如在澳洲悉尼 一名未成年人就被影低 在路上看到兩個 有亞裔血統的未成年女性 馬上以種族歧視語言辱罵 並且意圖用腳踢他們 最後又向他們吐口水 當然一名女子被警方起訴 三項襲擊和兩項意圖恐嚇罪 除了襲擊之外 社交媒體上也出現不少視頻 有些人拍下自己 在超市等地方填貨物 聲稱要傳播新冠肺炎 在美國 這一類行為可以被起訴恐怖威脅 例如一名26歲的密蘇里州居民 Cody Lee Pfister 就因為影低自己在Walmart 填了超過10個包裝盒和貨架 被警方拘捕 罪名是製造二級恐怖威脅 屬於重罪指控 另外在賓夕泛尼亞州 一間超市就被迫要 扔了價值3萬5千元的貨品 就因為一名女顧客 故意向貨物吐口水 意圖傳播新冠肺炎 35歲的Margaret Circle 同樣被控制造恐怖威脅等罪名 除了填貨物 對公共健康造成威脅 會被起訴恐怖威脅之外 也出現了一些情形 就是為例之後熱吐口水暴復 新澤西州地檢官 也在上個月起訴50歲的 Georgia Falcone 三等恐怖威脅罪和騷擾罪 他在一間Walkman's排隊的時候 因為不滿店員 叫他和其他顧客保持6呎距離 就故意說自己有新冠肺炎 並且對著店員咳 又對著店員說出種族歧視的話 在弗羅里達州 以13歲的Christian Perez 被願景截停危險隔離之後 聲稱自己有新冠肺炎 然後對著願景咳 他被控威脅警察和襲擊等罪名 聯邦司法部副部長羅森在3月底宣布 如果有人威脅或聲稱要傳播新冠肺炎病毒 執法部門可以著情 以恐怖威脅等重序提出檢控 根據華人權益出眾會的最新報告 在舉報網站Stop AAPI Heat 截止到4月1日 網站開放給少數續裔 舉報種族歧視投訴的頭兩個星期 已經收到1,135宗歧視的投訴 其中有約四成表示被歧視的都是華人 有約8%表示被人吐口水或者故意對著來咳 不過最多的依然是口頭歧視 佔了全部投訴的七成 當然究竟如何執法和處罰 每個州甚至每個縣都會不一樣 天后衛視記者 梁尼達報道 天前衛視記者 明天前衛視記者 明天前衛視記者